這就是跟剛剛是有關聯性的 你如果可以做出剛剛的那個函數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函數複製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你的向右的這個程序裡面的回圈的中間 for i 等於4到11 for j 等於2到21 這個範圍都沒問題 sales ij 等於什麼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這個就是指的是 剛剛輸出到這邊的那個公式 可以貼到這邊 前面加一個單引號註解 用它來做修改 那其實他的規則跟前面講過 如果說兩個都鎖的話 用range 如果是column的話用j 有沒有 其實j我的這個變數主要是用來代替ln ok 那如果是road的話 就是用i來代替 所以就有點像翻譯嘛 翻譯一下 輸出就好了嘛 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然後呢 下面這個也是一樣 roll就是用i來代替 減掉12 column 有沒有就追來代替 乘上8 中間如果需要空白 你就空白一下 就寫完了 這個 就是指的是這邊這個 你以後 可以 要不就是說 你寫成VBA 要不就是你用那個 用那個輸出公式的方式 那好像前面也講過啦 就是 不過好像用這個方式會比較OK 因為有藍的話 他沒有要用數字來代替 一定要轉移一下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再加個清除 clear contents 這個範圍清除掉 清除掉 好 那輸出的話呢 就直接 有沒有 他會一個一個幫你輸出 有沒有 照前瞬禮 那向下的話呢 一樣 他會怎麼樣 也是一樣 照前瞬禮 周無正亡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很快的 就可以把這個部分呢 快速的輸出 那因為 時間的關係 今天已經是最後一次上課了 所以 因為沒有太多時間 給各位太多練習 所以 如果你回家之後 想要再練習 其實也都OK的 所有東西都在雲端上面 24小時為各位服務 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學習 然後我建議各位 一定要動手做 那如果 做不出來的話呢 想想看 或者是到論壇裡面 看一下我們的上課影片 那 當然最好是又從頭看一下 那也不見得說 一定要從頭 開始看起 你可以 就是 哪個部分比較不熟 你就針對那部分呢 重複在聽講 那這邊都 都在嘛 你看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凡看過 必有數字 OK 431 其實也算多啦 好 這樣的話呢 當然我會看一下 比如說你們那個 這個連結的次數有沒有 有下降的趨勢 感覺上面你們的那個 好像有點 力有未代 會慢慢的那個 喪失 所以我希望說慢慢以後再拉伸起來 直衝 好了 那今天的話因為時間關係 那 剩下部分我還是建議各位 真的就多花時間 這些東西不可能馬上速成 但是 如果你學得好的話 我相信在你工作上面 絕對會得到很大的注意 而且未來 我想職場的環境也在改變 如果你還在上班族1.0的話 請各位要upgrade到至少上班族 可能要到4.0了 因為很多工作本來不需要撰寫程式的 不需要coding的 結果卻也被要求要寫程式 那你不會的話 你只好慢慢可能會被淘汰的可能性了 而且效率上面真的一定是不行的 而且未來大數據 其實那個話題一直在發酵 那他應該短時間裡面 會慢慢主導整個大環境 所以如果你可以馬上 不是馬上 你可以先準備好 我想在未來5到10年內 你應該就比較沒有什麼後顧之憂 所以這部分 可以跟各位做分享 那之後的話 如果有問題的話 當然歡迎各位 在發信件 不過記得不要把你的工作丟給我 ok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我們youtube上面都有影片 下面都有留言 如果你在那個影片 你看不懂哪些地方 或者你有想要提問題的 當然也歡迎你在youtube上面也可以提問 因為我那個地方我也看得到 那我就知道說 你在 比如說這個影片的幾分幾秒 有什麼問題 你也可以提出來 那我看一下 我就知道說你的問題在哪裡了 這樣的話我覺得也比較好互動 所以即便課程結束了 但是其實也是另外一個開始 隨時我們在雲端相見 期待各位 ok好 ok好 好 好 好